今天我們接著來聊關於iPhone 12系列的最新消息 iPhone 12系列將是蘋果今年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次升級 其中還匯聚了多個首次出現 首先iPhone 12系列將是首次提供四款機型 橫跨三種尺寸的產品 iPhone 12還將成為首次具有5G連接的iPhone 而iPhone 12 Pro兩個型號 將成為首次配備類似iPad Pro 2020機型上擁有的Ladar傳感器的產品 iPhone 12系列同時還將是世界上第一款採用5nm晶片的智能手機 同時也是iPhone型號中 第一款重儲為128GB起步容量的iPhone手機 也將成為首批配備6GB用充的iPhone手機 另外iPhone 12系列也將是首次在包裝盒中 沒有線控耳機和充電器的機型 儘管他們都獲得了新的編制充電線 這真是頭一次 當然所有這些第一次都來源於傳聞和供應鏈的消息 雖然目前還沒有正式的消息 但有了這麼多的第一次 也就看到了蘋果為iPhone 12系列標出了更高的價格 具體我們來看一看 在洩露中的價格裡 四款型號分別為iPhone 12 mini、iPhone 12、iPhone 12 Pro和iPhone 12 Pro Max iPhone 12 mini有64GB、128GB、256GB三個重儲容量 對應價格是649、699、799美元 接著iPhone 12同樣有64、128、256GB三種重儲容量 對應價格是749、799、899美元 iPhone 12 Pro的容量為128、256、512GB 對應價格是999、1099、1299美元 頂級的iPhone 12 Pro Max的價格則為 128GB重儲為1099美元 256GB重儲為1199美元 512GB重儲容量為1399美元 依照以上洩露信息來看 最便宜的iPhone 12將比iPhone 11便宜50美元 而iPhone 11很可能會以599美元的價格 仍然保留在蘋果的產品線中 649美元的iPhone 12 mini 將比iPhone 11有著諸多升級之處 但屏幕尺寸是唯一縮小的型號 最便宜的6.1英寸iPhone 12 將比最便宜的iPhone 11端花50美元 最便宜的iPhone 12 Pro仍將花費999美元 但它將比最便宜的iPhone 11 Pro 配備更多的存儲空間 今年頂級的iPhone 12 Pro Max型號價格 將漲到了1399美元 這些價格都不考慮耳機和充電器的因素 但用戶會得到一個更耐用的 憋直Laning轉USB-C的充電線 10月份內 蘋果預計會提前宣布iPhone 12系列發布會的日期 洩露中稱該活動可能會在10月13日舉行 這意味著至少有部分iPhone 12機型 會在10月23日發布 還有一些爆料稱iPhone 12 Pro和iPhone 12 Pro Max 可能會進一步推遲到11月的某個時間 好了 今天的內容就這麼多 歡迎關注、點贊和留言互動 下期內容我們再見